欢迎继续收听无聊日常心理 我是浩米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的话 非常非常欢迎 也希望你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 WU聊天的聊日常心理 无聊日常心理 没错 或者是可以follow一下我的个人social media DJHUMIN 因为如果你喜欢心理学的话 我这边都是在分享跟心理学相关的内容 当然我不是psychologist 我不是心理学家 可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嘛 然后我现在也在上着心理资商的硕士课 所以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 可以更多的去share我自己学到的内容 那今天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位心理学家 他是社会心理学家叫Leon Fastinger 他有推出了一套理论叫认知失调理论 Cognitive Descendants 什么是Cognitive Descendants呢 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呢 他同时持有两个 或者是更多互相矛盾的认知的时候呢 那这些认知可以包括你的信念啊 态度啊价值观啊或行为 你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或者是紧张感 那这个就称为认知失调 这边有说到几个他的研究 或者是他发现认知失调的一些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1934年的时候 在印度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那这个地震之后呢 就传出了这样子的谣言 也就是在灾区以外 还会再发生大地震 而且规模更大 波及的地方更多 可是呢据说有官方的文告 就出来说啊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已经预测了是没有 不会再发生大地震的 可是还是人心惶惶 那他就很奇怪想说 哎为什么这些人会散播这样子的谣言呢 一开始可能你会觉得说 制造焦虑嘛 散播焦虑 可是他就说了另外一个理论 大家想要确认焦虑 也就是在灾区以外的人 他们其实也害怕的 因为你自己想象 你住KL 然后Selango发生了一些 就是一些事情 你在这边你也会怕的嘛 那这些怕恐惧 又跟我们自己的认知 或者是我们有的知识 有一段差距 就是我的恐惧 是我的恐惧 我的感受吧 那我有没有足够的知识 去support我这个fear呢 是没有的 我不知道到底科学的理论上 或者一些地理知识 我不够strong 我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但是我就怕 所以这个知识量 跟我自己的恐惧 它其实是有一段差距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认知不协调 所以一般上人呢 当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他会去散播谣言 或者是到处去危言耸听 是因为他想要减少 自己的认知不协调 设法的想要将他们 看待世界的这个眼光 跟自己的belief 自己的fear 拉近一点那个距离 OK 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case 可能大家就比较能理解 就是在大概1954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在 Chicago的一个housewife 据说呢 他说他会什么 automatic writing 然后这个方式呢 就有办法 预测到未来 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就说呢 他预测到 在某年某月某日 会有一个大洪水的来临 这个大洪水呢 会摧毁美国啊 加拿大啊 或者是中美欧洲 很多很多的地区 基本上就已经像是 世界末日了 然后 这个Fastinger跟他的学生呢 就很好奇嘛 他想说 OK 我们就混入 这个信众里面 去观察一下 大家的反应 然后呢 这个housewife 她叫Dorothy Martin 然后她就跟 这些信众们说 没有关系 不用担心 这个发生大洪水的那一天呢 我们会有我们的 守护者 她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然后她会架着这个飞船 来拯救我们 把我们带到一个 安全的地方去 那有很多的信众呢 就非常的相信 他们甚至已经 有的辞掉工作啦 有的是 变卖他们的家产啦 因为他们就等着 这一天被拯救嘛 可是呢 话说就是 这个大洪水就没有来临嘛 就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那原本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些信众们 会不会就觉得 哦 都是一个骗局 你说谎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离开这个 所谓的cult 然后就是community 这样 但是呢 那一些本来很相信的人呢 结果更相信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又回到我们讲的 这个认知失调 因为这些人 他的belief 跟真实发生的情况呢 差距是更大更远的 所以我们称这些人为 high dissonance 他就是更加的不协调 那这些人呢 为了减少自己的不协调 他会去更加的坚信 自己的信念 想说啊 你看 没有发生 就是因为我们够诚心 然后我们的诚心呢 拯救了地球 所以这个洪水没有来 但是它可能发生在 其他的地方 因为那边没有这样子的 诚心的信众们 所以是我们 拯救了我们的地区 拯救了我们的地球 这样 那那一些中间的 比较low dissonance的 就是可能没有 变卖家产啊 没有辞职啊 或者是没有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们要嘛就是 或许 接受了这个事实 要嘛可能就 离开了这个code 为什么我一直说code呢 就是所谓的 quote and unquote 邪教了哈 因为经常性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 认知失调的情况 所以才会发现到 这些人 不管你再多么的 用力去劝他 给他们多么的 真实的一些证据 或者是fact 都没有办法 把他们带回来 因为他们 唯有更加的相信 这件事情 然后让他们的行为 信念全部都 更加的统一之后呢 才会减缓他们的 焦虑感 或者是不安感 然后我再跟大家 分享一个 可能更接近 现在大家 比较容易理解的 一个实验 就是话说 Fastinger呢 他就找来了 一群男生 去做一个 非常非常沉闷的工作 比如就是 不断地反转 晒衣架 就是转过来 转过去 转过来 转过去 这样子 就是非常无聊 非常沉闷 然后重复 再重复的一个工作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些参与 实验的朋友 也已经非常清楚知道 这个实验 就是非常沉闷 然后呢 这个实验人员 就后来 到了一个阶段 去所谓的 欺骗这些参与者 就跟他们说 我的助手 他会迟到 那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帮我 处理一下 这个实验的程序 等一下就会有 新的一批参与者 但是那些 新的一批参与者呢 其实是被这些 实验人员安排好的啦 然后呢 你要跟这些 第二批的实验者呢 就说 哇这个实验 好有趣 好好玩哦 不然呢 他们等一下 执行这个任务 他们会做不好 OK 那你们 只要去告诉他们 很好很好玩 我之后就会给你 进行这个任务的报酬 所以记得 一定要说 这个实验很有趣哦 那话说呢 他们就是 有给两种 不同的报酬 一个呢 就是给一块钱美元 一个是给20美元 那你猜一猜看 他们进行完 这个任务之后呢 最后实验人员 问他们 那你觉得 这个实验人的 有趣程度 是1到10 比如说 1是好无聊 到10是非常有趣 你猜他们的 rating是怎么样的呢 一块钱的 会rate有趣吗 还是20块的 会rate有趣呢 扯扯扯 那可能有些人 会认为 我拿了20块的人 会不会就增加 他对这个实验 感到有趣的 这个体验感呢 其实 反而是相反的 话说为什么 就是这样呢 因为那些 拿到20块的人 他们其实 cognitive dissonance 就是认知失调 反而是较低的 也就是刚才 有提到的 low dissonance group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会觉得说 我既然 拿到了20美元 这么多 那就证明 这个实验 是真的很无聊 真的很痛苦啊 要不然 为什么你给我 这么高的报酬 如果他本身很有趣 我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刚才在进行的 这个任务 我都已经 get到了很多的满足感 你就不需要给我 这么高的报酬嘛 那他们拿到 这个20块呢 他们也会认为说 这个20块 就是让我去 说一个谎的钱 所以呢 他们的认知 对于这个任务 是无聊的 他们依然觉得 这是无聊的 那20块 只是一个compensation 这个20块 只是让我去 说谎的一个报酬 但是呢 拿到1块钱美元的 就会开始 有点confused 想说 只给我1块钱啊 这样小的 刚才那个任务 不是应该给我 多一点钱吗 这么无聊 这么重复性的一个工作 都没有人要做啊 那我来做 那应该给我 多一点钱 可是我现在 嫌钱少哦 是我的问题吗 是只有 我觉得无聊吗 所以它是一个 有趣的活动哦 然后他们就开始 出现比较大的 认知失调的情况 也就是 high descendants 所以就回到刚才 那个大洪水的 那个情况 不是high descendants 的人会怎么做呢 他们就会 为了要去 缩窄 他们的认知失调 所以他会在 自己的感受 比如说 我觉得很无聊 跟这个真实的任务 是不是真的很无聊 这件事情呢 去缩窄 他的距离 所以他会去调整 他自己的认知 所以最后 他会去read 这个任务的 有趣程度 都会read的比较高 一点 这个是不是 有一点 打开你的脑洞了 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在我们 现实生活里面呢 确实也会有一种 这样的情况 我再说几个例子 就是跟大家 比较贴近的啦 比如说 吸烟者的认知失调 因为吸烟 对人是有害的 我相信吸烟 跟不吸烟的人 都知道的 但是吸烟的人 他们仍然会 继续的吸烟 那为了减少 认知失调呢 他可能会 改变他的认知 比如说 他会说服自己 哎呀 其实吸烟 也没有那么的危险啦 或者是 哎呀 那些都是不幸运的人啦 我没有那么不幸啦 就是有一种 侥幸的心态 要或者 他也有可能改成 比较positive的行为 就是他真的会戒严 为了 就是拉近这个距离 所以 他有可能是改变认知 也有可能是改变行为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shopaholic 很喜欢 一直买东西买东西 或者买很贵的 一些精品包包啊 什么这样子 那买了之后呢 有些人可能会后悔 那为了减少这种 后悔的不适感 他可能就会开始强调 就是改变自己的认知嘛 觉得 哦 这个奢侈品 其实你看他也是有优点的啦 他现在 就是非常的便宜 很值得 然后 之后可能会增值 或者是 哎呀 我就值得 犒赏一下我自己 等等的一些 去justify 他这个 买了奢侈品 花了大笔钱的 所谓的后悔的不适感 所以呢 其实cognitive dissonance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几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进入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稍微有点认知 不协调 只是可能 大家比较不conscious 或者不aware 然后也没有真的去了解过自己 到底是改变自己的认知 或者是改变自己的行为 来减少这个不适感 或者一些紧张感 但是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一集之后 或许可以去 稍微观察一下自己 在哪一些情况 就是比较明显的 你有什么焦虑啊 什么恐惧啊 不安啊的情况 然后你是怎么样去justify它 减少自己的不适 OK好 这个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 关于cognitive dissonance 当然如果你上网 咕一咕 也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相关的资料 看完之后呢 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 哎呦 我突然间发现到 原来我这个时候呢 有认知失调 然后我是怎么调整的 我觉得发现到 这就很棒了 OK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在YouTube channel的话 可以直接留言啦 或者是可以找到 我的social media DJHUMIN 来跟我分享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